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5月9日 星期二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消息 今天先討論跟進一下蔡天鳳的前夫 另外今天是再上庭 不過不是因為瑞絲案 而是說她的盜涉案本身已經是前科累累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一邊也討論天氣資訊 據報未來母親節有機會天氣不穩定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天文台最新的說法 另外也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據報南昌海盈村有女子指個男朋友打算扔嬰兒下街 最新的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逛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蔡天鳳前夫另外涉道涉案 控方打算加控棄保潛逃罪還額後判 報道的內文提到28歲名媛 蔡天鳳疑恥遭人殺害和碎屍 她的頭腦是擺入青紅蘿蔔湯攀著 雙腿在冰箱冷藏 姓蔡的前夫鄺港智、前家翁、前家姑和前大伯 分別被控謀殺和妨礙司法公正等罪 另外鄺港智涉嫌8年前一宗誘騙7名男子合作投資買金盜涉案 在2015年已經被法庭通緝 該案今天下午在區法院再提訊 控方打算加控棄保潛逃罪 不過被告前途已經約摩7年半時間 所以警方需要時間檢查和整理證據 法官高競收將案件押後到7月18日再信 期間礦港智需要繼續還押 28歲的被告礦港智今天是沒有律師代表 控方得息被告早前撤銷法援申請 法官也收到法援署的信件 指被告在3月31日撤銷申請 被告確認並透露打算自己付錢請律師 而他早前索取法律意見之時 因為法援署未將文件交回律師樓 所以今天仍然需要申請押後案件 法官提醒被告應該要給律師充足的指示 不可能隔空地處理 希望案件下次提醒的時間被告律師會在場 又只會就法援署未發援文件一事 被告需要與律師溝通否則法庭不會等你 被告沒有申請保釋需要繼續還押 控罪指擴港自在2013年5月12日至2015年1月14日 分別在旺角花園街某間麻雀館 及由麻地永勝大廈外 還有由麻地百家事街 還有紅磡都會海逸酒店 偷了7名事主 一共39條頸鏈 32條手鏈 超過13條金條 102粒金粒 6條釣咀和其他飾物 據了解擴港自在2015年 因為以這個欺騙手段取得財產被警方拘捕 當時他年僅20歲 他涉嫌使用手機APP 向7名男子聲稱合資買金 再以高價轉售獲利 游說包括有男童志在內的7名事主 到金行買金色 涉及款項超過600萬港元 以上來自聲道日報的報道 案情錯綜複雜 牽涉蔡天鳳前夫礦港自的另一宗案 不過其實當時他已經被法庭通緝 為何可以潛途7年半 是足足7年半的時間都沒有落網 另邊商案情複雜 他本來有法援署 後來撤銷申請並透露 是會自己給錢請律師的 看來現在請了律師 不過不知為何 今天就有程序上的問題 法援署未發還相關文件 搞到他的律師不在場 而事件牽涉的財物也多 多達涉及六百多萬港元 事件未了結 已有待7月再信 不過除了這宗案之外 最重點的案件都是 蔡天鳳瑞斯案的本身 另外轉一下本地的天氣資訊 根據HK01的報道 天文台估計未來九天都下雨 周末的母親節 港鐵的感謝日有咒雨和雷暴 報導的內文看到 踏入夏季本港天氣逐漸多雨 本週末一連兩日是港鐵第二次的感謝日 其中星期日5月14日更加沒有親節 應該是外出的好時機 但天公不做美兩日都多雲 有雷暴兼有趙雨可謂大殺風景 天文台在今日5月9日表示 一股清靜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 正影響廣東沿岸 晚上將有一兩陣微雨 雖明天短暫時間有陽光 不過一度低壓曹 會在本週後期在廣東西部沿岸發展 其後相關大趙雨和雷暴 將會在週末影響本港 九天天氣預報更加顯示 由明天到下星期四 5月10日至5月18日都會下雨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天文台的最新資訊 據報將來連絡這麼多場雨 亦說雷暴應該在週末影響本港 但巧巧一來沒有親節 二來港鐵感謝日 即港鐵去年做錯事 又有些行程延誤 本來要賠錢 現在變成感謝日 大家便可以坐車半價優惠 不過之前也有批評 半價優惠竟然安排在週六日 這些週末時間 打工不能享受 基本上是量度數 剛巧這星期日 就是港鐵感謝日 結果又下雨又雷暴 估計到其實港鐵沒有蝕章 沒有人坐車可能 另外亦說說這支國際的怪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少女離奇隔五米排開等什麼 近期日本公園鬼異的畫面熱傳 真相竟然令人心酸 報導的內文提到 網民近日熱烈討論一段 日本公園的鬼異影片 片中一批日本少女 在夜晚會隔五米排排站 似乎是內心等待什麼 究竟在等什麼 網民提出各種猜測 真相最後終於揭開 惹來網民的震驚也令人心酸 話說那條影片拍攝在東京大九寶公園 看到晚上一班少女大約會隔五米 整齊企立 少女互不交談 不少人只是專心看手機 似乎是在等待一些東西 這段影片引發熱烈討論 就說每個之間都有固定距離 亦有人說 每個戴口罩又穿得那麼密實 網民提出各種猜測 就問是否當地的社交距離要求 亦有人問是否在等男朋友等等 究竟他們在等什麼 原來有網民最後揭開真相 原來這些女性都是性工作者 自從疫情過後 東京街頭就出現了大批這類企街 主動等待殷客垂青的女性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近期發生在日本的情況 突然間公園 很多少女會隔五米離期排開 不知道等什麼 最終的原因 原來他們是性工作者 自從疫情過後可能經濟不好 就說當地多了這類企街的行為 等待殷客垂青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17歲的少女在港鐵車廂遇到鹹豬手 警方追緝連約40歲的適狼 報導的內容看到港鐵發生非禮案 昨晚一名17歲少女搭列車途經美孚站 據報在車廂內被一名男子非禮 對方事後逃去無蹤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各位網友若然家中有些年輕女 可能是孫女等等 就要多加小心近期鹹豬手出沒 昨晚在美孚站發生這一幕 相關40歲的適狼仍然在圖當中 謝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繼續勤力拍片和大家緊貼著香港各大時事消息 據報是蔡天鋒案近期夜來各界關注 除了在現場檢獲了錢家沽的DNA外套外 其實礦港鐵本身亦有一些其他案件牽涉其中 但怎樣說也好進一步的消息都看來要等待到7月才有進一步的資料 我們就持續跟進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